現在講到我最接近權威消息 陳方安生有幾個星期宣佈不會參選 究竟跟我上次吹風腦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但那次我是有心的 記者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阿太應該要早點決定 不要拖拖賴賴 你不像上次補選那次 我們都有一個經驗 你搞到何秀蘭、金乃威退選 很醜 是我們社民聯的撐住 令阿太可以參加初選 然後跟葉劉淑儀脊抽 你不要再拖拖賴賴 尤其是這次你去選你就是我的對手 你是我們社民聯的對手 是民主黨的對手 除非你跟他合一張名單 所以你不需要及早表態 所以那天有些記者問我我就回答 他說為何一定要早表態 我說你不要亂了別人的部署 我說例如我可以去港島選 如果他不選 我去追殺葉劉淑儀都可以 我這樣說一說 然後報紙就跟著 其實就是說你要早點去表態 我們希望他下個星期 走出來說不選 他不選 阿牛有些運行 你數吧 港島有多少人 我又不相信你公民黨很厲害地拿兩隻 我真的不相信 到現在我都不會相信 你憑什麼 你陳淑莊出道有多久 今天我被迫在車上聽李慧寧的節目 聽了十幾分鐘 大罵金賴衛 踩到金賴衛一隻狗 人家的黨 怎麼提備他去選 你不斷踩到金賴衛 踩到一隻狗 李慧寧當時不准第二梯隊 又是在那裡查督撐 又說不准第二梯隊 到現在別人第二梯隊 他說他五十歲 怎麼第二梯隊老呢 這個八婆 所以我罵他真是沒有錯的 我告訴你 真是不知所謂 我的立場 你什麼立場 你的立場 人家民主黨 你家事關 你差事嗎 如果我是 我希望金賴衛一隻狗公開對選 被善仲佳去選 你和善仲佳加油 不知所謂 你和善仲佳有路 回去告訴善仲佳的老婆 你和善仲佳有路 你和善仲佳有路 你現在說他已經出上youtube了 沒有所謂 不知所謂 你沒理由這樣打人 金賴衛犯你什麼錯 你說評論是評論 不是這樣評論 喂 大哥 我們的人身攻擊 是根據客觀事實 根據什麼客觀事實 來人身攻擊 金賴衛 你不想金賴衛選 你就出聲 是嗎 你不要被迫 每天一步 又不好意思叫的士公司 關了心機 人家說你妒忌 現在他正在做這個事 焗聽 火都來了 因為從來不會聽過節目 我告訴你 滿口冷音耳耳 你磨聲又沾 聽了會炒耳 頭都動了 這些人身攻擊 我告訴你 沒有資格做電台 是很幸運 我們被魚僧炒 油魚鋒的咪 才有機會 你做電台 是是我 我建築 我痛苦上面 所以不吉 你都等於沒有人性 我告訴你 但不用怕 我今天上讀 你都很羨慕 賣Radio 現在的改革 很善進 你沒來過 每個星期幾萬人聽 我知道 是 我知道的 但我們那個台 沒有泡的東西 沒有先進 沒有吃 因為沒有人敢拿來碰 你沒有水 沒有水 另外沒有人敢支援 支援的人都少 說回阿太 下個星期 他可能走出來 就說不選 不選 整個港島的部署 就不同 你牛 就不是沒有運行的 阿哥 你明白嗎 你數一下吧 路永樂 我現在數給你聽 盧永樂 何秀蘭 爭牛 公民黨 陳淑莊 若薇 金賴威 六個 戒麻 何秀蘭 六個 如果說民主派 如果你搏到四個位 就是六個去搶四個 是吧 六個去搶四個 打掛了金賴威 或者公民黨第二位 打掛了 就有機會分 是不是 怎麼這麼出奇 我就想盧永樂 分什麼票 分社民聯票 可能分你的票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選舉是公平的 但是我這次選舉 很清晰地告訴大家 過去 你看到我們 不斷都是製造群眾運動 去令社會得以公義的彰鍊 十二年前的補貼運動 我創起 三年前民間聯台 兩年前 會主 我都是製造群眾運動 爭取一些公義的 所以我經常說 現在不是說 在那裏幫他催去 你看到一個這樣的人 是吧 起碼他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沒有變過的 是吧 那個人土土地 好像粗魯些 但是他做了三件大事 紀念 第一個 就是這個民間聯台 你看到的了 現在搞裡政府 雞毛鴨血 現在十五個人被人告 有六個是立法會議員 那都算鼓動風潮 造成時勢 而且繼續下去 我告訴大家 在選舉期間會繼續廣播 你喜歡你就來拉 第二件事 你先聽我講完 我現在在拆你的鞋 你拼我嘴 是吧 第二件大事就是補貼 是吧 到現在為止 香港的補貼運動 能夠持續的 就是靠牛周街去黑錢 身體力行 好像明天要去台灣 和台灣補貼的人 回合在紀德藍護送之下 殺在這個釣魚台 喂 錢從哪裏來 八個人 機票食宿 極力掛 還要租船 那些錢從哪裏來 臨急臨亡 上飛機前 去找老朋友 扔下身後 扔下十多萬 這樣去的 為甚麼 為甚麼 這個運動沒有停過 我告訴你 因為日本人在這個釣魚台 霸佔這個釣魚台這麼久 偶爾又要玩一下 兩岸的政府又軟弱無能 就靠這些民間補貼 香港其中一個基地 而這個基地 誰持續不斷努力 不斷在這裏搞的 就是這個釣魚 第三件事 最近我都被他拉下水了 上個星期日 走去這個洪瀨寶石器院 百多戶的業主 苦業主在那裏套苦水 動蚊去幫他們 講話 支持他們 這個又是阿牛 過去這段時間 不斷地去幫那些苦業主 現在已經有三 差不多接近四十個屋苑 參加這個SOS的業主陣線 這些就是 喂 講有甚麼用呢 大哥 然後現在自己揹幾單官司 在身 這些人你不選他選誰 告訴我 選那些 大哥 很尊貴的 走出來扭扭扭扭扭 三件頭九粒樓 那些 不吃人間煙火 那些所謂精英心態 完全看不起基層 你香港島的選民 可以去死 我告訴你 如果繼續被這些 葉劉淑儀當選 繼續被這些全部女人 我不是歧視女人 整個港島都是女人 現在民調最高 全都是女人 余若美 葉劉淑儀 陳方安生 那些猴子全部死了 全部死了 死到現在 要有一個 六十多歐的人 撲過去選 那個叫做曾六成 你頂住 但你也想著女兒 叫做蔡素玉 全女班 所以阿牛 你不用怕 欽起泰成 跟她捏一招 我告訴你 我就是不信輸 我跟她捏一招 就是輸的 選舉工程做得好 還要提醒一些人 香港人 不要裝了東西 住山頂 你就看不起那些窮人 看不起阿牛 這些粗魯的人 全靠這些粗魯的人 就迷惑你 我告訴你 你現在可以住山頂 享受 就靠我們這班去抗爭 我告訴你 令到社會相對比較和諧 我告訴你 你不要反過來說 我們搞亂社會 剛剛相反 正因為有抗爭 有爭議 那個才是一個和諧社會 你不要搞錯 如果萬馬齊隱 那個社會 不是和諧社會 所以今晚牛彩在隔壁 我現在的節目 我不能不去幫他吹 我告訴你 這是事實 你找人搏一下我 那幫混蛋做過什麼 現在數過債人名 做過什麼 飄飄兩兩拿出來的 你做過什麼 你告訴我 太石身了 太石身 那些社會時勢 去想一下群眾運動 還有 狼尊包含情勢 現在很多人 是唱衰社民連 越是唱衰 就代表我們有了道 不是唱你做什麼 唱你做什麼 抽你水做什麼 最近有一個寫一篇 說我們五零部隊 我現在是法律私信 告那張報紙 因為這個是誹謗 包括其中有一句 講黑社會 這個是誹謗 你沒有基於任何事實 寫了一句 我現在法律私信 告那張報紙 我告訴你 我和你玩 你喜歡和我玩 我和你玩到底 平台不夠我多 聲音不夠我大的 但問題就是 你唱衰我們 即是代表我們是somebody 不是你唱我做什麼 你抹黑我做什麼 所以我們歡迎抹黑 歡迎唱衰 多一點都更好 沒有所謂的 阿牛 上次他說 04年拿了五千票 因為給那個阿伯 大哥已經告急告了一萬 這次我們一定拼命和他打這場場 所以大家希望 聽我節目的朋友 你只聽我說這三件事就可以了 我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這三件事是誰做的 而且是一個運動